5公里的山路 大家好 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来到了万里长江非常凶险的一处 这里水池非常凶猛 这就是位于长江的上游 金沙江的湖跳峡 我从丽江开了80公里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买了门票 它的门票是45还有5元的停车票 再买票这个地方 然后再开5公里的山路 才来到这么一个地方 这一段山路它也是围着临压雪碧 一侧是紧靠这个山体 像随时要落石一样 这一侧就是围着滚滚的金沙江 然后再从这里走下去 近距离的去体验一下 如果你不想走路的话 在前面有这个自动扶梯可以做 它这个来回是上下70块 如果你走路就把这个钱给省下了 到前面观景台去看一下 在丽江石谷堆那里 这金沙江是华丽的转了一个180度的大弯 在那里这江面是很宽阔 然后是逆流埃上来到了湘瑞拉 这个地方 在这一处它的江面是很窄 并且水流是很急 这最窄处是只有这20米 在前面还是可以看出 这水流还是比较的缓 越到这个窄处 这水流越是急 它也是分出好几个等级 像是瀑布一样 这条江它是位于这两座高山之间 一座是为豫龙雪山 一座是为哈巴雪山 这两座雪山都是在海拔5000米以上 在这里它的落差也是达到了几千米 游水也是形成了一条很美的峡谷 是国内外非常著名的徒步路线之一 有万里长江第一峡谷的名誉 在前方它是有些大石冲到了江面 应该是围着山体滑坡 现在我们是越靠近 越能感受到它的一个震撼和波涛汹涌 再往下一个观景台就到了它的江边 在中心有一块大石将这个江水给飞流 都是为浪花 眼前老虎的标志就是为这虎跳侠的一个标志 相传以前有老虎跳到这江中大石 就能为虎跳侠 这只有森林奇景才能感受到它的一个震撼 特别壮观波涛汹涌 全都是围着极其的浪花 现在我们在这个很高的岸边 都能感受到它的水花突面而来 挺大的风 在我国那是有两大河流 长江和黄河都所谓母亲河 看黄河一个非常凶恐的地方 就是在山西和陕西之间的一个湖口布固 看长江就是在这里的虎跳侠 看前方奔套来来 如果谁有勇气在这里玩漂流 那真是牛大了 这如此凶猛绝美的地方 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这八路版修技 没有把这里选成一个拍摄点 这虎跳侠也是为以前这马帮的一个途径之地 在这里行走真是惊险万分 大自然造物真是非常的神奇 一切都是为浑云南天城 中间这块应该就是为虎跳丝 不知道身为什么样的老虎能够跳到这13米的大石之上 再在家两座呢 都是围着几乎垂直的悬崖绝壁 鸟山之间一峡谷 这真是让我们见识到了这水的力量和强大 飞流不息 感觉这一栋楼在它面前都是可以很轻易的可以冲倒 大家看见这水冲进的这虎跳丝 从旁边经过这一处的观景台在边缘处它是做出了这种玻璃栈道 在下面就是围着汹涌的江水 我们在这个江边一路少走过来的这一段 也就是为它水流最激最凶险的一处 它这一段一直是向下 并且是分出了几处台阶 虽然这个水流也是比较的猛 在对过呢它是有一处桥 还有正在修建的山路 目前我们所买的这个票是不包含对面 不知道怎么过去 休闲的虎跳峡设为长江第一峡 我们现在所在的关键的地方就是为这哈巴雪山 在对过就是为玉龙雪山 现在呢还不是为它水位最丰满的一个时候 还有等段时间 到那时会更加的壮观 它整条峡谷呢是全行长20公里左右 我们现在说买票 只是看这一个最休闲的这一处 我现在呢还在考虑 要不要走这条让外国人不远千万里都要来走的 经典徒步路线之一 那我们下视频见吧 再见